如果开放按照国民党这样子的想法 一步一步来 不再集投票啦 公投法啦 六年改四年啦 步步进逼 然后势必会造成更多的中国籍的这些人 来到台湾 他们买房啦 买东买西啦 然后或者是使用健保啦 所以这些东西一旦变成频率越高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 可以促使台湾的房价也变高 物价也变高 有可能吗 政治经常就是豁福相宜啦 那这个国民党在这一次拿了52加2席 看起来是这个取得他们阶段性的胜利 可是在这阶段性的胜利之后 我觉得慢慢的大家也会真的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看破他们的手脚 为什么这样讲 国民党这一次在很多的五五波的立委选区里面胜出 迎接的是现在年轻人的选票 尤其是20到29岁年轻人 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投给国民党呢 很简单 因为他们觉得呢 他们希望国家有一个监督的力量 然后呢 从他们小时候 也许小学国中开始 他就看到执政党是民进党 民进党是国会多数 所以这次他想换个口味试试看 投给在野的国民党 让国民党来做做看 让国民党来监督 可是看到最近国民党推出了所谓的第一会级的优先法案 有没有看到什么民生的啦 或者是对国家有利的人 我是还没有看到 现在先看到什么 先看到呢 第一个 这个要来搞乱我们的投开票制度 第二个 要来这个让他们 不要两年才能一次弄公投 要每年每年 可能每个月都要弄公投 好累喔 那接下来第三个为中国配偶 加快拿到身份证的速度 我相信有很多当时是抱持着 监督民进党的这个想象而把票投给国民党立委的小草们 现在应该已经深感被骗 因为你明明就不是蓝的 你明明就是对台湾有认同的 你明明就是希望台湾能够维持自由民主法治的 所以你把这个票投给的嘴巴上一直说 他要监督 要监督执政的国民党立委 结果呢 在咨询的时候 第一球就先投出乌龙球 对不对 叫人家食品抽减 要百分之百全抽才会算数 然后呢 去大喊说 如果检验结果正确的话 如果检验结果正确才能公布 那要立法 很笨 看到推出来的法案 是要来帮助中国籍的人士提早拿到身份证 我相信 我相信这对国民党来说 绝对不是加分 绝对不是加分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未来的立法院 刚才我也觉得说 确实啦 人民投出三党不过半 我们自己是政治人物 我们要谦卑的接受人民的决定 既然大家决定三党不过半的话 那好 我们就面对这政治的新局面 就翻到台湾政治的一个新的篇章 可是我觉得有人还是卡在这个时空的夹缝 比如说像是黄国昌总照 他讲了说 人家问他国民党的这些法案的意见 他说 我们关心的是民进党承诺的那些长期的改革法案 会不会尽数来通过 我想说 可是不对 现在国会里面民进党已经没有过半 民进党没有过半的时候 你要说希望民进党可以早日通过这些法案 这个是上一届国会跟上上届国会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民进党过半 你讲这些合理 民进党全面过半的时候 你要求他通过他曾经承诺的东西 现在民进党没有过半 黄国昌总照 我觉得他现在重回立法院里面 他应该也要看到三党不过半的局面 国民党所推出的这些亲中的法案 如果真的通过 那我想 这关键八席不会完全都没有责任吧 那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说 这关键八席 你对于比如说 好 缩短中配入籍年限 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人民有资格要求 他们表态 人民有资格要求知道 因为你是立法委员 你有这一票 可以决定要不要把中配入籍年限缩短 如果苗波亚有当选立委 我的选民问我说 你知不支持这个国民党法案 我也得告诉他不是吗 因为我有这个决定权 所以其实现在人民决定三党不过半之后 我觉得已经不是过去那种 民进党全面执政时期的 那单一的那一套回应 或是那一套话术 可以解决或是面对一切的事情 所以当然我们也会忧心 如果说今天国民党提出这些优先法案 真的在民众党关键八席的助攻之下都通过了 那会对台湾确实造成很多的困难 但是没办法 人民投出来的立法院席次就是长这样 我们只能近人事 比如说我们要要求 那关键八席绝对不能站在中国那边 我们要求那关键八席 绝对不能够牺牲掉台湾的民主的秩序 尤其是你看到这些我们在讨论 不管是不在齐投票公投法 以及这个中配身份证 全部都在内政委员会 对 内政委员会栏委推出的赵伟是谁 大家知道吗 谁谁谁 高金树媒 国民党要让高金树媒做内政委员会的赵伟 那一定会过 所以你看这完全是一套组合拳的 这完全是一套已经布置好的 已经设定好说 就是要在这个会期让高金树媒来推动这些轻松的法案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当然民进党团一定要整个代弹 一定要准备全面的备战 但是民进党团的力量 坦白讲是不够的 只有51席是不够的 所有的台湾的公民们 不好意思要累一点 过去2016年全面轮替的时候 我们觉得以后可能不需要再上街头 但是我们要看着立法院 如果这次立法院在做出这个倒行逆施 违背台湾主流民意的决议 为了一党之师 要来洞开门户 要让中国的力量长驱直路 要让台湾来香港化的话 那也许到时候就是公民的力量 要重新再呈现的时候了